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2100涛新闻 各位好 欢迎收看2100涛新闻 今天最新的这个状况 大家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出来 那么林医师的这个妻子彭爱佳 那么今天晚间到了七点多钟 那么特征组是以他的证人转被告 100万元交保 通常这样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是不是彭爱佳把所有的金流也讲清楚了 那么其他的案情是如何 稍后彭爱佳如果从特征组出来 那么有任何的一些的补充的话 那么观众朋友随时可以看得到 另外稍后邱玉文在这边 今天会针对林医师A前案 那么邱玉文要揭发出来的是 所谓的暗中案 那么在过去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无论是从所谓的录音 看到了林医师那样的一些狂妄 跟嚣张的这种说法 那么为什么会如此 同时在一连串被爆料之后 那么林医师还死不承认 连篇的谎言又是为了什么 那么邱玉文有他今天的一个调查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报告 为各位介绍我们的现场有几位来宾 陈富雄 陈先生欢迎来 苏玉曲先生欢迎 辉文先生欢迎 还有旭中先生 丰心小姐跟邱玉教授 那么最新的这个情形就是彭爱佳 那么刚刚也是这个特征组 已经针对彭爱佳的发表的这个声明稿 所以因为呢 这个整个在今天再度传唤 彭爱佳到案会起封 勘验前三日所查扣的大批的现款 到今天下午三点钟结束 又因为发现某银行上游 以某人名义租用的保管箱 随即由检察官带同彭爱佳 至该银行开箱 并勘验存放的现款后 那今天下午五点五十五分 带回本署扣案 稍事休息用餐 在晚间七点八分开始讯问 并于晚间七点五十六分 经检察官讯问完毕后 任其涉有贪污治罪条例第十五条 藏匿贪污犯罪所得财物 洗钱防治法第十一条第二项 寄藏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财物 即刑法第165条 隐匿刑事证据三罪名涉嫌重大 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 而且以新台币一百万元交保 稍后这个彭爱佳 大概就会离开这个特征组 会出来 到底会说什么样的状况 同时特征组今天一开始 在彭爱佳上午到达特征组的时候 特征组就直接告诉彭爱佳说 你可能已经会从证人转为被告 你需不需要跟你的律师 来做一些 做笔录上的准备 所以花了将近两三个小时 在今天上午做好准备 到了下午开始 所以特征组其实在过去五天之内 包括今天三次的传唤彭爱佳 所以这个桌放之间 那么特征组显然已经掌握很多的讯息 彭爱佳今天进入特征组 跟前两天所穿着也完全不同 彭爱佳穿着的是轻便装 也准备就打一个号酒战 那么今天果然到最后 那么可能是已经相当程度的招出来 这点苏宇薛先生您对这个经验 照目前情况来看的话 我昨天有讲过 夫妻两个人除了小三跟老王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秘密的 那照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特征组已经掌握彭爱佳知情 指导说他索费的过程 拿钱的过程 甚至也掌握到他帮助这个常立 这个不法所得 这些堂务账款的这些市政 所以说带着他去保险箱取账款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特征组要注意一件问题 取了这个钱出来 不一定能够完全百分之百证明 这个就是账款 有千三百万 对 这个是特征组要做举证的问题 免得将来到法庭上的工房会被砍掉 另外一个问题 我看特征组在办这个案的过程 目前大家已经很奇怪 为什么又是他妈妈 又是他老婆 又是他爸爸 一直在家属之间打转呢 他主要目的就是先稳固目前的案情 目前这六千三百万把它找出来 哪些人分担 哪些人做些什么事情 把它绑死 这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特征组应该要做了一件事情 我相信已经在做 压子划水 它要往上发展 往下发展 发展什么东西 今天这个企业肯定是有些问题 现在邱毅邱教授要举出一些故事出来 对不起我用故事 因为我们过去办案的时候 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情知 我们现在先做假设 假设我大胆假设 我从这一方面来求证 求证看看我掌握什么证据 但是我目前没有看到特征组 对于陈启祥做其他的动作 除了把它列为被告 你要搜索他 你要调查的资金 要对他做全盘的调查 要不然你后面的这个 高雄环保局这个故事怎么讲啊 很多这个对你没办法解释 你对于这个3月12号 这个中年的耶都已经签了 是怎么讲啊 他为什么痛恨林一世 他认定说是林一世搞鬼 把他断掉了 让他没有办法生存了 所以他今天愤而检起这个案子 那检起这个案子 也不是真的检起 他的目的还是说 最后一步还是希望说 能够相干无事 我们稍后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彭爱家 是不是已经要离开 这个特征组的情形 那么显然 这个彭爱家是 是用坐在车子里头的 没有让这个媒体 跟媒体直接的这种对话 进一步的讲解说 今天他做了什么样的一个 在特征组的内涵呢 我们稍后也请我们的这个记者 TVBS的记者 可能可以进一步做说明 不过在这之前汇文 你看到什么 对 涛哥这个我们刚记得说 三大罪名 其他今天这个三个罪名 都是轻罪 因为是直系写亲跟配偶都有特权的 这个我们从黄瑞进 陈志忠那个案子都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基本上这个100万交保 因为昨天是他妈妈200万 今天彭爱家这个100万 妈妈跟太太 最后一定是重新发弱的 交换什么呢 不是交换 因为法律规定 他们就是会重新的 刚刚玉琪兄提到这个1800万 基本上在最后认定的时候 不是由特征组认定 特征组只是过场的一个演员而已 最后是由法院来判决 所以大水库理论的话 这1800万可不可以看作是 那6300万分里面的1800万 当然可以嘛 我送给你美金 你够回来台币不行吗 当然可以啊 这法律上怎么不通呢 我请问陈水扁 从瑞士会回来是美金 还是什么瑞士法郎是不是 瑞士有法郎是不是 那到底会回来是什么东西呢 大水库理论是成立的 所以刚刚玉琪兄是自打嘴巴 涛哥他以前都讲够了 如果特征组明天起诉够不够 够啊 谁跟你说不够 我简单讲一下 这 我跟你讲电视台 每天抄报纸总统一天会踢到铁板 三立今天抄中国时报说 特征组对彭爱家采用活棋策略 刚刚最新的裁定出来 说彭爱家100万交保 我倒想请问友台的这些前辈 请问这是活棋还是死棋 他本来就是被告嘛 前面两次用证人传他 是特征组用奥布啦 那是一个奥布说 我都知道你是贏母 你两个每天都合会 对吧 你也去做保管 这边都数起来 我故意用证人传你 当然可以用这种招数吗 以前某人常用这种招数 说你是证人你来 因为陈哥我跟你讲 传票写证人比较敢去 传票写被告就开始担心说 也可以用阿克 限用这样的方法 所以今天彭爱家被交保 是意料中的事情 那我认为说将来 在反应当中的这个刑度来讲的话 包括他的妈妈 什么沈老师这之类的 基本上都不会判太重的刑 是 他们可能在刑上面 是有这个限度 但是是不是能够 对整个的案情 也就是这个灵异室 这个贪污的其他案情的 一些的这个辅助性 有一些的帮助 我是认为说这个案子 可能刚刚两位是谈那个 技术面的 就是司法上的技术面 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对我们过去 在陈水扁执政时代 用红山军反贪污这个标准来讲 这个杀伤力 我觉得现在在蔓延当中 特别是昨天晚上 说是从水塘捞钱出来 这够细剧化了 这个细剧张力够大吧 我跟你讲 这种特别是在台北以外的地方 我跟你讲 这种大家那种预期的心理 看戏的心理更弥漫了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案子 对马英九先生 我要看说 这个现象背后代表了整个的 制度面的东西 我认为今天包括媒体的评论 说什么一送阵风处 二送阵风处 要开廉政会议 如果还是找那一批人 同样是一批人的话不必了 不必了 完全不必了 而且今天马英九也讲一句话 讲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他做不到 第一个 他说光道歉没有用 他每次喊很多口号 平常你讲 我很喜欢政党跟政客喊口号 看口号你可以改天一个监督的 譬如说633 就是一个目标 可是今天口号也可以在这个时候 可以变成很感人的故事 就是我喊出来了 我就要做到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 我认为说 刚刚谈的是个案的部分 我认为说这个现象背后 给马英九非常好的氛围 那个氛围就是不要绑装脚 全台湾的人民这个时候 谁敢说贪污这件事情不对 那你叫谁来办 你现在用什么制度来办 你用什么形式来展现你的 真的要办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我看到了现在光现在国营事业 这两天光人事案就有人策案 林医师的庄角 光人事案 这什么含义 听到 刚刚我知道最新的 我的同事告诉我说 那个案子已经拿掉了 任平会没过了 听到 而且现在行政院顾问 现在被人家告 一个告刑事毁谤 另外三个告他民事赔偿 多招摇人家 行政院政务顾问 中华电信员工 现在我们的同仁三个告他民事赔偿 一个告刑事 我讲说林医师现象 不只是林医师 他背后今天所盘根错节的利益的关系里面 这个案子给马英九先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个不是要跟大家演戏 我个子也期待了 很多人会说你成立太高 总有期待总比认为说要摆烂好 所以我认为说马英九先生如果借这个案子 我认为说不要再开会了 你不要再弄一些刑事的问题 你到底现在的机制里面 硬不硬让廉政署 毕竟他是新成立的嘛 你要不要让他作为一件事 徐宗先生 其实对民众来讲 你不管用什么方法 民众其实不在乎的 现在有一个指标性 如果在未来这短短的几个礼拜 或者几个月之内 再爆发出来一个 不要说是马团队的人 是高层的跟这些有关联的 如果再由媒体揭发 或者有别人揭发 而不是由国家的机制 这种反弹的机制 所侦办出来的 这个政府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我们先就这一个案子的案情 坦白讲说 我们先不要讲说 说其他的制度面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 可是我也希望可以讲多一点 这个制度面上的 这个整个的全面清查 可是就这个案子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一般民众的感觉是 你如果没有查清楚 民众就不相信你的决心 光这个案子 那什么叫做查清楚呢 除了说这个案子涉及的人数之外 我觉得至少目前特征组 让我感受到 就是在全面清查 林毅市所有可能 藏匿资金的地点 所有 包括可能是他妈妈 委托友人去开的保险箱 或者是彭爱佳去开的保管箱 不管是什么 反正就是全面的清查 能查出多少钱是多少钱 不是要去兜那个6300万 你先把所有可能的金钱 不要把所有的可能的金钱 全部都找出来 那至于多出来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要怎么办 我在公司 老板 简单讲一下 一百万交某的破船这个断 这是什么 对 是不是有把钱交得清楚 小心一点 谢谢关心 大家不要紧 小心 大家小心好不好 小心一点 谢谢大家 小心一点 不要受伤 不要受伤 谢谢大家 好不好 谢谢大家关心 谢谢大家关心 往后退 不要这样子会很危险 好吗 大家拍拖 慢慢来 谢谢大家关心 来 来 好 谢谢大家 这样会受伤 谢谢大家关心 大家这样子会受伤好吗 好 大家这样子会受伤 谢谢大家关心 这样子会受伤 谢谢大家关心 謝謝大家關心好不好 大家這樣子會受傷 好嗎 這樣拍夠了嗎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 謝謝大家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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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今天要在等你到台北街上去 謝謝大家關心 小心 快快快 謝謝小心 那個是有的 小哥 來來來來 借過借過借過 牠本箱裡面的錢是全額嗎 是剩下的錢 今天剩下的一針八百萬有被收出來嗎 謝謝大家關心 這樣會受傷 大家會受傷 小心 大家不要這樣 後面不要吹嘛好不好 外面空間比較大 好不好 好不好 謝謝大家關心 麻煩一下好不好 不好意思好不好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大家關心 真的不要這樣 不需要這樣嘛好不好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 謝謝 各位有台謝謝好不好 小心小心 好不好 各位媒體同業發出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 謝謝大家關心 小心 後面後面 小心 小心 小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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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勾到了 先勾到了 好不好 小心一點好不好 小心後面好不好 小心小心 小心 不要你還小心 你要小心 小心小心 好不好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 小心小心 大家不要小心 小心好不好 不好意思好不好 好不好 好好好 不要 你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好不好 好不好 真的真的 好 可以啦 來來來 等一下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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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不要動 不要動 我們在這裡面一圈 謝謝 好 你是扣不 你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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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彭愛嘉已經坐上計程車離開 那麼我們可以知道在剛才診斷的過程 彭愛嘉從頭到尾都沒有針對案情講任何一句話 只是再次的重複,謝謝大家關心 不過我們可以知道他出來有面對大批的媒體等候著他 同時也有其他的民眾在現場等候 當他聽到這些來罵他的字眼的時候 事實上他臉是一度整個垮了下來 因為他可能沒有料想到會有人用這樣的字眼來辱罵他 所以他事實上臉是變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麼不過在剛剛整個的過程 大概時間整個從交保金額到剛才離去的時間 不過是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麼我們可以知道在整個案情當中 最主要我們問到幾個部分就是說 有關於到底這個案子裡頭他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現在特徵組來初步的認定他並沒有參與整個6300萬的行賄 以及8300萬的所賄 不過後端的部分也就是這個錢收到了之後 卻都是由他來做管理的 因此呢 檢察官才將他認定涉及貪污洗錢的這個被告 那麼這個部分呢貪污罪呢 這個藏匿貪污罪所得財物這個部分喔 也就是呢 涉犯是最高是7年的重罪 另外還包括了洗錢的祭倉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財物 還有包括刑法的引力刑事證據等三項罪名 那麼讓他是以100萬元交保後傳 原因就在於他在今天下午已經把剩下 你剛剛看到了這個彭愛家剛剛離開這個特徵組的這種情況 我再請教一下輝文 你剛剛看到的這個彭愛家 這個果然像我們現前預料的 他只有一句話 謝謝關心謝謝關心 對 沒有任何其他的 他說因為這個 剛剛我們記者也提到說 這個翻譯聯絡跟行為分擔 在這上面是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聽到錄音帶裡面 這個陳啟強 還有他女朋友跟林醫師對話說 彭愛家經常說 要喝茶嗎 那這是什麼 翻譯聯絡跟行為分擔 但是後半段在這個洗錢的部分 如果有用彭愛家的名義到銀行去租保管箱 當然是 那這樣的話那就很難解釋 因為財產來源不明是一條 另外說你沒有辦法交代這個資金來源 說錢為什麼在我的保管箱裡走 走到解釋 所以後半段就是說 關於這個藏匿這些貪汙所的部分 彭愛家本來就很難脫甘膝 本來我是以為說 昨天這個林媽媽提了一腳皮膚起來 是看得是心酸 跟老母這樣 吃到還有帶著皮膚裡面都賺錢 要求他們嫁 本來以為說這個 這個沈老師的部分可以扛起來 可是顯然扛不起來 那只好再把彭愛家再 就是說本來以為是林醫師的媽媽 要扛這一部分 都已經都要去處理的 跟我們媳婦沒關係 可是顯然彭愛家在保管箱那部分 也沒罵 而且特政組已經掌握了 相當的一些這種訊息 已經有轉過了 這一點請到這個沈福雄先生 你剛剛看到了這個彭愛家 這個表情非常淡定 而且但是今天經過了 其實從早上到現在已經是五天的第三次 他也是有備而來的 我覺得彭愛家這五天來的轉折 是滿戲劇化的 他從全面捍衛 這個林醫師的清白 到願意配合徵訊 到今天被改列被告 我覺得這個五天來這個轉折是很大 他被這個改列被告的身個罪名 跟他婆婆一樣 這個我想也在意料之中 將來恐怕也不是大不了的大罪 但是我覺得他今天改列被告 然後可以交保回家 我認為是這個特政組 已經認為現階段彭愛家 被利用來做偵訊的這個價值 已經完全用盡 階段性 階段性 階段性用盡了 所以彭愛家如果幾個月 或是將來這個完全定業以後 回頭再看 我認為這五天 恐怕是彭愛家最痛苦的 以後大概不會比賽這個痛苦 以後暗情的發展 對他的影響 他都已經在預料之中了 我們稍後回來 邱毅委員針對 從這個3月27號 整個媒體爆發 這個林醫師的貪腐案之後 那麼一連串的邱毅 在他的一些的調查之中 有一些暗中暗 那麼跟所目前出現的所謂的錄音 還有這個林醫師 那麼前一個禮拜的如此狂妄 連續說謊的態度 那麼都有息息相關 我們稍後回來再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同時另外一個就是 關於林醫師的母親 昨天1800萬的現款 那麼說這是不是所謂的這個匯款 但是有可能這1800萬 一直存放在或者是神壇 或者是在他的池塘裡嗎 馬上回來 剛才彭外加100萬 由這個證人轉為被告 暫時這個交保 那麼整個的案情是如何 尤其是昨天的1800萬 說是長期這個幾年前 林醫師交給他母親的 而且都放在這個神壇下 那麼最近才把他放到 這個這個池塘裡面藏起來 問題是如此嗎 今天特徵組針對這個問題 也指出來說這個是不是匯款呢 恐怕還要了解 那麼邱毅教授 今天做的一些的調查裡面 如果這個錢是上個禮拜 才籌措出來的這1800萬的現款 由他母親保管的 這個問題就跟上個禮拜 很多的一些的枝節 就有非常重大的一些觀點性 不過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1800萬的在金池塘的 檢調人員5號下午 二度來到林醫師的鳳山住家搜索 從兩點鐘一直待到四點離開 最後帶走了這紙大紙箱 裡頭裝了哪些東西 檢調人員低調不願多談 不過會這麼大動作 二度搜索 都是因為1號首度搜索後 林醫師的母親居然還能在4號下午 用這紙大行李箱 裝了1800萬元現金到特殊組 這些錢居然能逃過搜索不被發現 外界猜測錢可能藏在家裡 因為林醫師封山老家 外表是透天錯 後院卻是有一座長3米 寬1.5米 深度約40公分的水池 由於水很淺 把東西藏在這裡 還是有可能被發現 不過神若然公稱 林醫師多年前把錢加給他保管 他放在住家三樓的神明桌下 原本是覺得放在這裡比較能避人耳目 但日前林醫師遭到約談 他就趕緊把錢用黑色塑膠袋裝起來 再用紅色繩索綁上磚頭 丟到附近水塘 1800萬的現金大概像這紙黑色塑膠袋這麼大 除了可以放在家裡的池塘 如果拿到附近的鑽鉤 包括木棧道或者是小橋的底下掩體 都是可以存放的好地方 原來林醫師住家距離附近的曹公寸 只有300公尺 除了有地利之便 包括木棧道下的掩體 或是橋下都是藏匿的好地點 這讓西洋的窄一段來有的困難 很少的 管錢藏在哪裡 這1800萬元確實成了漏網之魚 也讓檢調搜索行動更加仔細小心 TVBS新聞南部中華報導 昨天林醫師的母親拿出來這1800萬之後 大家的焦點就集中這1800萬到底是藏在哪裡 可是邱毅教授做了一些的了解 也認為說如果這個1800萬是長期就儲存在 那麼林醫師的這個老家這裡嗎 有沒有這樣的這個可能 那麼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如果不是的話 是在上個禮拜籌措的話 那麼中間有很多的故事 可能就會引爆 就知道了 人家俗話說了 外行看熱鬧 內行看門道 其實在3月27號 在27號 這個一週刊做了一個爆料以後 6月27號 一週刊做了爆料之後 那麼林醫師跟陳啟祥雙方 在台面下 應該是持續的進行所謂的談判 我來這裡先這樣說好了 大家看到那1800萬 大家要知道 林醫師的鳳山光復路的家裡頭 是平常反客穿牛不喜的 你可能把1800萬長期的放在家裡 神壇的下面嗎 當然不可能 那這1800萬是什麼時候放的呢 這1800萬是不是大 193萬美元的其中一部分呢 他到底中間的玄機是什麼 為什麼林醫師的家 要把這1800萬的錢放到神壇的下面 當特徵組來搜索 檢調來搜索的時候 才急得要放到水塘裡面去呢 他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呢 我先提醒大家 在一週刊刊登以後 這個消息浮上檯面以後 林醫師一共開了兩次記者會 在兩次記者會裡面 林醫師第一次記者會 不斷的拿出高雄市環保局 在3月23號 今年3月23號 那麼發了一個公文 嚴禁各鋼鐵公司 供應給地勇公司爐沙 斷掉的 一個環保局的公文 林醫師不斷的強調 要大家注意這個公文 而這個公文到了後來 聯合會堪沒過 可是很快的6月1號 環保局又發了一個公文 說取消這個嚴禁令 而會堪是沒過的 而給了他6個月的快限期 為什麼 為什麼 接著林醫師第二次開記者會 又不斷的拿了這個合約書 告訴我們說 3月12號已經簽了合約了 在3月10號電話被錄音之前 其實已經合約談妥了 所以他哪有鎖匯8300萬 鎖匯不成斷掉了 好 林醫師這兩次記者會 他不只是對社會大眾說 他其實也在告訴 正在跟他談判的 層起相說 你有兩個很嚴重的弱點 你還要死嗎 大家做完死嗎 這是邱毅先生待會兒要針對這個問題說 是不是有所謂的暗中暗的很多相關的一些故事 不過1800萬如果按照一般這種長情 尤其我們南台灣很多鄉親 這點請教敘忠 會不會再放在家裡說 好幾年我都放在什麼神壇底下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覺得應該不太可能 不過其實我昨天當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是認為說 大家一些過去綠的支持者 我就會找到這個情緒的出口 這個情緒的出口在哪裡 你以前怎麼練呢 你今天又說到這樣 真的有一次 我問您說 剛開始林醫師辦記者會的時候 我現在工作是跑法院的 法院的那些 看得都灰灰 就是半信半理 也不見得盡信 也不見得不信 我相信在座各位 如果今天不是這樣子 已經幾乎是最正確鑿的情況下 你會相信說林醫師會做這個事 當他做這個事之後 還敢這麼大大大 跟全 在媒體前面跟全世界糟告說 我沒收錢 這個很難想像 所以我說今天這個事情1800萬 我覺得不是1800萬 他背後代表大家過去 國民黨在民進黨執政時代 把人家打到趴在地上 認為說貪圖他們的 事實上國民黨最大的資源 也是最大的包袱在哪裡 他的過去這樣的結構都沒有改變過 尤其是在今天發生的事情 是在國營事業這個案子上面 是子公司的案子裡面 所以今天在看這個案 南台灣的朋友怎麼看這個案 我個人在下面 大家同事都會聊天 說我真的想不到 事實上我認為不是想不到 我等一下如果可以秀一些資料 說剛剛我跟各位講說 人事案 甚至有人借勢借端 那個囂張到幾點 一大堆的隨時準備報 棠哥是這樣子 為什麼剛好是1800 為什麼不是1500也不是2000 因為你知道我是小心眼 所以我就幫他算了一下 大家來上個數學課 6300 1800 剛好缺4500 其實這個錢 我也不相信說 錢會一直放在那個神桌下面 那是種出來 為什麼剛好從1800 請大家看 那天 陶哥你有做表格問他問題 你的存款怎麼會這樣增加 2012升多少 4700 這個被凍結了沒 如果玉琦兄他們搬的習慣 早就被凍結了 包括林仙堡什麼沈老師那些 帳戶都凍結了 我去外面總千八萬來 加這條多少 6500元 夠了 還是用蘇玉琦那個話夠了 他就是要這個錢 因為你凍結我帳戶 我這動不了了 你要叫林仙堡去動他帳戶 他也不敢動 今天還有媒體也說 彭愛家打電話跟這個 林仙堡媽媽哭訴 陶哥 這個捷戶也能打電話嗎 這捷戶給我打電話 旁邊一堆人在聽 這傾笑 這什麼卡電話 都不會卡 所以剛好是1800 因為我是很懷疑說 怎麼會那麼剛好加起來6300 這6300我說實在話 就是要保林仙堡出來 這個東西在法院有沒有用 特徵組是要面子 特徵組不會說有用 可是法官你看說 哇 你放後態度這麼良好 又認罪 又道歉 又還錢 比起那個什麼扁的好太多了 來 交保吧 就出來了 他現在是先要拚林仙堡出來 所以這錢剛好起來 剛好6500 6300有夠了 所以剛好拿1800出來 那不是巧合 我認為是算過了 是 完全精算過了 我們稍後回來就是這個邱宜委員 針對林仙堡被引爆的 全面性的這個貪腐中間 還有什麼的暗中暗 我們稍後回來 一百萬交保的後傳這個斷 好 對 對 是不是要把錢交給清楚 小心一點 謝謝關心 好 過了 小心 大家不要急 小心 大哥 大哥 小心好不好 小心一點 謝謝大家 小心一點 不要受傷 不要受傷 謝謝大家好不好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大家關心 往後退 不要這樣子會很危險 好嗎 大家拍拖 慢慢來 謝謝大家關心 好 謝謝大家關心 好 謝謝大家 這樣會受傷 謝謝大家關心 大家這樣子也會受傷好不好 對 這是彭愛嘉在稍早的時候 大概20分鐘之前 離開這個特徵組 改成被告一百萬交保 只講了這個一句話 就是謝謝大家關心 小心受傷 那麼針對案情 那麼彭愛嘉當然有權利 不說任何的言語 不過接下來就讓觀眾朋友來看 這中間經過了將近一個多禮拜 八天之後 林毅市被報的這個貪腐案子 邱毅調查的說 還有案中的案 那麼如果照這個剛剛邱毅委員指出來的 在上個禮拜 這也是這個林毅市一再展現的 就是這整個跟這個中聯的這個合約 是已經在這個3月 3月12號已經簽了 那麼簽約人是地用這個礦股 地用選礦股份有限公司 那麼代表人就是陳啟祥 這邊實際上就是中聯資源有限股份公司 代表人是他的管總經理 那麼實際上已經簽了 這個問題 但是在這個合約裡面 跟林毅市的6300萬 在2010年是不同的一個東西 那麼2010年 林毅市已經拿了6300萬 但是在這一次裡面 那麼是不是林毅市是沒有在盡力 那麼實際上那麼邱毅教授今天 最主要的一個這個觀點就是 整個林毅市在1月14號 總統跟立委大選落選之後 那麼整個情況改變 那麼其實林毅市已經被另外的人給取代了 而爭取到這個合約的繼續 那麼林毅市才用這樣的這種方式 一段不斷的要求陳啟祥 那麼來談判 那麼就想是把原來的這個6300萬 至少先穩住 後來還加碼到8300萬這樣的情況 我先給大家一個先很重要的思考點 2010年 蒂勇跟中聯的合約 是林毅市促成的 這個已經確定了 林毅市促成的收了多少的公關服務費 6300萬 這個也是確定的 2011年 2011年3月10號 林毅市帶著 帶著 帝勇的陳啟祥 到一新路去看 中聯新的董事長跟總經理 這可以說服務周到 服務周到 還被拍了照 被收了證 我請問大家 2012年3月12號簽的這個合約 林毅市跟林毅市要的那8300萬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合約是誰幫帝勇跟中聯續約的 是免費的嗎 如果2010年的合約要付6300萬 那2012年兩年後的這個續約不需要付代價嗎 那不是林毅市促成的 那是誰促成的 第二個 3月23號環保局本來是 嚴禁各鋼鐵公司 包含中鋼 中聯 給蒂勇公司礦渣 奴渣 後來解禁 難道也沒有人在中間穿梭 關梭嗎 1月14號 今年的1月14號 林毅市意外落選 意外落選以後 陳啟祥去找了 陳啟祥那林毅市已經垮了 可是他還是要跟中聯跟中鋼去談這個合約啊 續約啊 那怎麼辦呢 我的門神沒有啦 我的政治庇護沒有啦 那我要找誰呢 這時候有一位選上的立委 而叫陳啟祥姐夫 跟陳啟祥的女朋友陳采梅 關係非常良好 偏常與姐弟相稱的一位立委 不是雪卿的姐夫就是 對對對 就是等一下結拜的 那都叫姐姐的 那稱陳啟祥做姐夫的 而且跟陳啟祥同為嘉義同鄉的 這一位就浮現了 那麼這就接替了林毅市的一個角色 促成了合約的成形 而合約什麼時候成形呢 據我所瞭解合約的內容 我詢問過3月9號 3月9號 而林毅市在2月6號 他發表為行政院的秘書長 比原來的大黨變還要大 林毅市知道到嘴巴裡面的肥肉 而且服務了兩年服務周到的 陳啟祥進南琵琶憋報 被南路府給搶走了 而這個南路府比起他來說 實在是小咖到小咖 林毅市當然不服氣啊 所以林毅市要他的辦公室主任聶純賢 開始狂摳 狂摳陳啟祥叫他來找他 這是這個邱宜委員這個講的 大概開始是這樣的這個狀況 問題他是不是有這個可能 如果是政治現實的話 林毅市一旦這個落選 他原來的那個分量就沒有辦法 持續能夠拿到合約 就該換別人了 生意人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既然你要幫我服務 你沒有這個身分 你幫我服務什麼東西 所以琵琶別報是正常的事情 沒什麼好奇怪的 剛剛徐中兄也講說 林毅市對外面跟他講的抑正直言 私底下在做些什麼事情 怎麼會落差那麼大 他那時候策略 我先插一句話 這個問題的嚴重在哪裡 如果林毅市在2010年收了6300萬 完成了第一次的合約 帝永跟中年的合約 叫做鎖匯 叫做收匯 那這一次2012年的合約的促成 也是付出代價的 如果我所資料沒有錯是4000萬 那難道不是也是收匯嗎 這一位要不要被揪出來 特徵組要不要找陳舉祥去 問這個人到底是誰 所以我剛剛一直強調說 今天這個案子 你這個特徵組除了穩固 現有的6300萬這個案情之外 你一定要要發展出來 發展成往上發展 你才能夠扶仲 否則我們老百姓一直認為說 你只能這樣子而已 你的能力就是這樣子嘛 幾斤幾兩就是這樣子 那我剛剛有講過 對於陳舉祥要做一個相當的調查 他的轉折點 你說這些東西呢 當然是一個疑點 我的疑點還更大一點 就是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你的條件通通沒有變了 你污染還繼續污染了 你的轉折在哪裡 我們幹工研我們知道嗎 稍後再歡迎觀眾朋友來檢驗 我們馬上回來就是 所有的這個邱毅委員如果說屬實的話 那就是稍後讓觀眾朋友來檢驗一下 這個林毅市從二月份的黃康 這個陳啟祥 這所有的這個背景的原因 就是急著要把這個錢 六千三百萬 他持續還要拿到六千三百萬 或者變成最後的八千三百萬 稍後回來 剛才稍早的這個時候 邱毅教授所提出來 如果這整個的一個靈異 是在2010年等於上保鏢一樣 我找這個陳啟祥 你找我 我拿了六千三百萬 我保你可以拿到這個 中聯的一些的合約 然後到了2012年 要再繼續找一個所謂的政治門神 當我開始拿到了權力 權力就是錢 我當了行政院秘書長 立刻我乖乖來 這裡面有一個事實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的 就是林毅市在一月份的時候 在這個整個的落選了 那麼他就已經開始 透過他的辦公室主任 打電話給陳啟祥 要和 表示合約到期 要他到鳳山家中也談一談 那麼在過年的時候 一直到這個二月份 林毅市要陳到行政院 要叫 見他 那麼他剛剛這個 發表行政院的這個秘書長 到行政院看看 做多大的一些的官威 還要叫這個陳啟祥 打領帶 那麼另外 另外他的這個助理辦公室主任 聶先生也要陳到林家 在二月份的時候 請這個到林家 這個同時這個陳也請 聶這個主任轉達林毅市 就好好做秘書長 不要介入這種事情 到二月二十三號 那麼跟林和這個陳啟祥 又通電話 林還三字經的這個怒罵 那麼這就是彼此之間說 誰狂叫誰 那麼這也是林毅市的確 都叫了透過他辦公室主任 主動的找好幾次 找這位陳啟祥先生 您看這種情況 我覺得今天秋一晚上揭發這個 如果是真的的話 是非同小可 那使這個案情更加的複雜 那問題是林毅市 或者是彭愛嘉 是不是有這種動機 說要把往這個方向 向特政組就是說 完全舉發 我覺得這個村議 為什麼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 進一步減低他們將來的罪行 但是我認為 這個遲早如果到今天晚上 秋一講的 雖然他還沒有講名講信 但是已經互助欲出了 什麼姐夫 什麼女朋友的這個自交了 到講到這種程度的話 我覺得這是不能忽略的 但關鍵一點 關鍵的點就是說郭營事業 如果有肥肉的話 如果有康堂秤也許說 其實是不分難力 不分背景 反正是你如果從政的動機 不是有什麼理想要報復 有什麼中共的政策要推動 把這個當做一個職業在經營的話 我覺得 啪的香 啪的草都會去賺贏的 那我是比較覺得說 你這個車輪組不應該只是沿著 這些錢哪裡去 怎麼分 如果今天秋一講的是真的的話 那是衍生一條 也是同樣重要的線索 那這樣可以找到 這是一個說法 這點請教 如果在這個所謂大家爭取 原來你是幫我來護盤的 現在你已經 我在找了另外一個人 因為你已經落選了 這在高雄是常見的事 我就常見的是 我先講我自己的例子 在當初在電信改制 電信三法 那時候沈委員還在委員的時候 那時候陳哲然中途 跑去陳衰扁的團隊當民政局長 原來他45票贏得選舉 那時候就是集市會四人組 他贏45票贏張智慧 那是很驚險的那一次 他去當民政局長 我們不要這樣 如果假設利益團體 公會也是利益團體 各種利益團體 你要壓一個立委 在政策法案上 在立法案有公訪的時候 當然你就另外找另外一個立委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過剛剛談這個問題 說背後我剛剛會 循著剛剛沈委員 沈醫師講的那個話 今天這個案子 絕對不是只有藍的有 從我自己在國會的經驗 跟我遊說的經驗 在南部的生態裡面 藍的綠的都會有 鄭葉子來講你只要幫我 所以這個案子我認為 這個之前沒有連政 還沒有連政署的時候 這個除了特徵組之外 這個案子背後 我相信不過剛剛 絕對委員有一點已經暗示了 那個拿起來的人 可能是不是藍的 已經有這樣暗示了 這個案子如果要查 不是很 在我來講 我有經驗 一點都不困難 一點都不困難 這邊的門神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從這個案件背後裡面 環保局有這麼大的料 可以讓一家公司倒閉的斷料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 中央跟地方爭什麼 爭勞動檢查權 非常激烈 因為在南部地區都是製造業 最怕就是勞動檢查權 所以常常不樂意的 所謂的政治獻金 或是包括各種捷慶配合捐款 都是勞動檢查權 這個尤其在每年的5月1號 前後特別明顯 可能脅迫的一個手段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不是個案 絕對是一個通案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 拉到制度面來看 這個案子辦下去 我跟你講 不見得對藍的不好 所以我才說馬英九先生 現在名氣可用 是可以好好做一件事 但是對整個台灣的 陶哥是這樣子 今天這個 我先講一下這個 這個振興柱講說 林醫師被刷之前 還打電話到政論節目去嗆聲 因為林醫師被刷之前 只有跟2100連線 所以嗆聲 那陶哥如果你被嗆聲的話 你應該把那天節目 剪哪一段你被嗆聲的 播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 振興柱你要把這句話 吞下去 大家記得那天 你問他什麼 6300 8300 他還聽了三秒 被人家大做文章 林醫師沒有打電話來嗆聲 他閃到沒話 還嗆聲 但是剛剛這個 邱教授講那個 那個關鍵在哪裡 就是說大家的出發點 是不一樣 陶哥你現在在講說 會不會有 藍的綠頭不管 就是說有類似 像這樣的人物說 有沒有林醫師們 這太難了 為什麼 因為林醫師這次會突出 最主要是什麼 最主要是因為有陳啟祥 那有沒有陳啟祥們願意說 這個我審議不要做了 我公司我也不要做了 我跟你拚 我跟你配 不會 陶哥問題說 邱教授的邏輯是很簡單 他說 你要真相 邱一要真相 但邱一要真相問題要幹嘛 我要的是台幣 你要真相是你的事 可是你不能危及我 我跟張旭中的共犯結構 陶哥你看邱教授講是 是2010年跟2012年的這兩次合約 帝勇民國84年就成立了 那之前誰在委的 之前誰在委 那你現在說 因為你跟陳啟祥之間不住 你兩個都去你的報告 問題是我跟徐中 我跟玉琦我們 我們黑色二三十年 我的公司有他的告 他的公司有他的告 我們為什麼要為了這個事情 大家去扯破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可以查 但是重點是 你要的是真相 這些目前合作愉快的單位 他不可能自己會報的 而且他們會更緊密的防止被查 但是民眾要看到一個 整個世貿的這個原委 大哥我說一下 這一次不需要陳啟祥們 因為就陳啟祥的爆料 其中已經曝露出來兩個問題了 第一個問題我們確定了 李醫師被收押了 因為2020年那個合約的服務費 是6300萬 李醫師收了 他也承認了 他也認罪了 好 今天李醫師被押了 我今天去談這個暗中案 沒有要為李醫師解脫任何東西 因為是另外一件事 至於2012年 李醫師那8300萬是未稅 他是要求不稅 但是合約是簽成了 環保局也改變了斷料的公文 中間是誰促成的 誰促成合約的續約 誰促成環保局的政策的改變 我們現在來讓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這個李醫師被錄到的這個錄音檔案裡面 那種口氣的囂張狂妄跟顯官威 那大家搞不清楚 為什麼會愚蠢到這種程度 如果照這個邱毅教授 他所說的是一個真實的話 那這裡面有一些可以真顯出來 那麼林醫師的這種狂妄為什麼 我聽說 那兩年有六千三百萬 我還沒做到一個情侯 那這房子 如果我們要八千三百萬 我是真的講得來不疼 這房子 大家說這房子 還沒問題 這房子 這房子跟他在我一家都會 我真的認識 這房子 這個我是說會強勢這樣去 就是公伯伯,我來化妝 所以我總處理一個這裡 我運用到我 我每次都做到 我這個 這樣我統計可以安排一大肥人 不敢說,最近又不來反應 所以我想說,王先生這位王先生 我每次都不來 我每次都賺你來做這間 这是林医师跟陈启祥的整个谈话的其中的一段录音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这么陈启祥如果在那个时候已经拿到了这个所谓的合约 那么价码又不像林医师当初第一次要的6300万 那么表示说这个已经是 我已经几乎是谈点 我先插一句 刚才林医师说那个大白话什么意思 那个大白话就是他知道陈启祥已经找了我说的那一个人 去谈合约的问题 所以林医师说 意思是他说的陈启祥说 你找白人没效 现在事情是我的决定 我的辜质 你找白人 白人是否不错 没有我这个阶级 但是白人你去找白人是没效 没效 就是这个意思 我马上回来 但是如果就陈启祥这种角度来讲 你要的这么高的这种价码 如果别人不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已经谈好了 东西都谈好了 你还在那边逼迫我 这就是稍后观众朋友看林医师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显示自己的那种官威 相当程度的胁迫的那种口气 马上回来 未经许可,不得不得的 我未经许可,不得不得不得的 那种小就非因此 那种 тем还不得不得这种 然后你 还在那种沾